郡主 请坐 娘娘请我来 只怕不只是为了谈家乡风物 有话 还请您说 好 那我就不兜圈子了 万大哥 我觉得我错了 什么错了 刚才皇后要宴请郡主 我提醒过她 一定要对皇后加倍小心 你都提醒过她了 可是刚才玉京告诉我 玉王府推选出来的廖婷杰 约了她在宫外打马球 那就说明准备下手的人 并不是玉王和皇后 难不成是太子 此次一亲入选的 有一位司马雷公子 他可是太子变访了京东世子 亲自选出来的人 此人哪 文武双全 德才兼备 绝对是郡主的最好良配 你看 你我同乡同园 太子对你甚是敬重 这个时候还望郡主 多多支持太子才是啊 太子是储君 我云南幕府 今日如何效忠皇上 来日太子登基后 便将如何效忠新君 这一点 请娘娘不必忧虑 其实 早就知道会有此答案 可还是免不了再问上一问 我们云南人的倔幸 果然是改不了了 来 我敬郡主一杯 权当致歉 以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绝对只谈雇员旧警 不再提那些潮事烦忧 后宫的那些手腕 你一定要当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爆发 现在时间还来得及 今晚殿下应该还在宫中 你赶紧去通知他 让他去一趟昭山宫 要不惜一切代价 找他郡主 好 等一下 你再派人 去承阳宫给皇后报个信 她不会放弃任何的机会 来对付岳鬼妃 还有 你这母亲待人 埋伏在昭仁宫外 一旦看见司马雷出来 就以外臣渗入的罪名 把他拿下 记住了吗 记下了 来 那你呢 我还有事情要办 你快去啊 禀贵妃娘娘 太子殿下 与司马公子求见 瞧我这记性 我曾让太子 带司马雷来见见的 侍逢郡主也在 那就一块看看吧 司马雷我曾经见过的 不耽搁娘娘母子叙事了 霓皇告退 郡主 郡主 儿臣参见母妃 参见娘娘 郡主 儿臣参见 你没事吧 子玛雷 快 郡主 郡主 放肆 子玛雷 还不扶着郡主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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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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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主 鸡主 作詞・作曲 李宗盛